陪你度过无聊的时刻 大家好,我是婉盈 嗨 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一集呢 应该是我已经在Instagram reveal了我做Spotify这件事情 之前蛮搞笑的 我其实做那个Poll咧 不是有讲了 whether我要做20分钟的 一个Podcast啊,YouTube啊 还是大家可能会 prefer 做一两分钟的 短视频会比较好 然后我只是要做一个 like teaser这样的感觉 说我会do something啦 but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做Podcast了 我已经做几集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哦 那个reveal看看看一下 为什么全部人都会按短视频 然后我过后在想了一下 哎呀,当然啦 因为现在的时代 大家就是还是很喜欢短视频嘛 对不对 就是随手我刷得到的 看得到的都是在讲 short video啊,reels啊,这样的东西 这样为什么我要坚持做Podcast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听 然后我在运动啊 还是开车啊 我有时候会很懒惰一直 按next一直找下一个 所以我可能我看中一个大标题 然后我就按进去 那个人就可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了 我有听过一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半啊 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那些人从自我介绍到 他讲他是谁现在做什么 然后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不是30秒能够让我感受到的啦 so我就更加偏向 更长的这种video咯 可能受众群不多吧 but我就是大鸟啊 我就是要做啊 反正I don't care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在开始听我的Podcast的话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 在听老娘说话呢 还是其实我也非常的希望 我在讲讲讲话的这些过程中啊 可能我讲到的一些point啊 有somehow inspire到你们 想要做一点东西也好啊 还是可能前几天你们不开心 可是听了我讲了一个东西 刚好so relatable 你们就会feel better 这样我就觉得 嗯 我可能对这个社会 贡献了一点东西 Alright but yeah 这个就是part of 为什么我会开始做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 让我在陪伴着你们 Anyways 我其实不是要talk about这个 As what title 你可以看到 我其实是要讲 创业这件事情 因为我毕业到现在啦 我都没有打工过 我其实都是一直在创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从美国差不多要毕业的时候 我一直都有跟我男朋友在联系的嘛 so他有比我提早过来Malaysia 开始做freelance啊 开始有接一些摄影的job 然后他有找到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叫Sam 他们两个也一起开始了这个做拍摄的行业啦 so已经开始有在用着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Peanut Butter so他们就用Peanut Butter 再开始接工 然后再开始拍 然后再开始剪接这样子咯 然后 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哎呀 如果我待在美国 开始做的话 我一定是从最低最低做起的 而且可能又要花很多很多年 才能开始做the real deal 所以我在想 如果要花这样长时间去学人家的文化 语言啊这些 这样为什么我不要直接回去我的家乡 就是Malaysia 我直接speak my own language 然后直接切入真体就好啦 对不对 so我就浩浩荡荡荡的 在pack my bag 然后直接回来Malaysia 然后那个时候是2019年 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找了五个朋友 一起真的坐下来 就讲起说要开公司 一起做production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可爱的baby Peanut Butter Creative Studio 就这样单身的 这个我要讲比较细一点啦 so before我们开始之前咧 我们就是一群非常和谐的好朋友们 完全没有不知道任何 business mindset的情况下 我们有打算是 本来是equally share我们的share but其实我会建议 接下来如果你们有想要创业的人啊 尽量就是会需要区分一个 或者是一两个可以哇锡的人 因为评分这件事情 是不存在的 它是没有 真的是不存在啊 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的adults 有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就是一群 不听老人言的飞才啊 所以我们就没有听大家的意见 因为我们觉得 你这样子嘛 伤害我们的感情咯 好不过我这样equally share啦 反正都不会怎样的嘛 对不对 but我们没有错到太离谱啊 因为确实到最后是有决定 有其中的人是比较可以有大一点的股份 这样子 so anyways 我们就settle on it 然后我们就去开SSM 就开始我们的公司 然后我们是这样开始咧 我们犯了一个 全天下人都会犯了错误 我们花钱了才开始 为什么我这样讲啊 ok 我们第一件事情 竟然不是想我们要讲做什么先 我们直接先去找一个公司先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需要一个地方来讨论工作 so去设备公司先咯 那去看看 看了几间过后 我们就settle在一个二楼的 一个办公室这样子啦 我们连底楼都offer不到哦 因为底楼真的太贵了 所以只要去二楼 然后在二楼 那个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是 千五块这样子吧 所以我已经有一个commitment了 before I even start to earn money so每个月那边就有一个 千五块的一个commitment 然后不可能我租了一个office 它是空空的嘛 对不对 所以next step我们做什么咧 我们当然就是花钱装修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就需要一个 漂亮的meeting room啊 漂亮的studio啊 漂亮的whatever啦 总之就是一个漂亮的地方 才能开始工作 so 砸钱咯 我们就开始装修 也是花了几万块 做装修这件事情啊 ok 这样装修好了吗 你们以为就settle了吗 那我都没有器材 我还这样开始啊 是不是 再割一点点钱出来 去买器材 去买camera 去买lighting 去买gimbal 去买drone 全部该买的我们都买 买买买买好了是吧 我到这个阶段啊 你们听好啊 到这个阶段啊 我还没有开始赚钱的哦 ok so 这些钱我全部花了 ok 这样 可以了啦 good啊 alright 然后我们就kickstart 我们的整个business了 一开始其实是不错 我们starting的时候 是做wedding event开始 so 因为之前 他们starting的时候 已经有过一些client了嘛 所以就有持续的在接 这样他们along the way 他们接进来 我们就大家一起做咯 然后做了过后 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 很basic的底型 然后有一个commission咯 so whoever有sales的人 就可以on top of that 再加一点commission 那时候我们也知道 我们刚starting 是不能够拿很多钱开始了 所以每个人的底薪 真的很低 我觉得 我觉得比现在的任何 在shopping mall站着的人的 那个工钱还低就对了 可是 创业嘛 是不是 然后全部钱 你不可能一开始来 一人拿一两万的薪水咯 是不是 所以就 所以就拿真的很低 很低很低很低的薪水 ok but那个时候 我其实蛮喜欢 大家的momentum 因为我们都在很饿的时候 会很eager for sales 我们一直疯狂的在找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要拍什么东西 要怎样做 要怎样看 让人家更加看到我们 你知道那时候啊 我们看了好多外国的video啊 那时候可能刚开始是 有一些amokoké的那些 拍食物的啊 很出名的啊 我们就跟着他们的那些 样子 我们去买本地的东西 来抄他们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做了 Maggie Man的一支video 然后还有开始做 咖啡这样子 这样我们才慢慢 从wedding啊 events 也慢慢转去 就扩展到 连commercial都可以接 这样我们做了这些东西过后 就真的是有吸引到 大公司 like corporate的这种公司 来跟我们讲说 他们要engage我们 跟我们拿我们的service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突破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让一个大公司 来找我们 这样小的一个company 去做这件事情 ok so 日子久了 我们慢慢的也越来越 越做越好的时候 那你知道 a big hit on our fucking face 就是mco 其实很多人都遇到啦 but 你就知道啦 这个转折点 一定又是mco咯 所以mco咧 我们的行业是最凄惨的 因为我们每一样东西 都是要出去拍 然后如果有人 要我拍他product咧 他如果没有寄来 他都要拿那个东西来 这样如果是很大样的东西 有些人可能不放心的话 他们也怎样都是要 personally拿来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接sales的 那个 那个 kota 就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就变成 我们全部人也只能在家 又不能出来 又不能怎样 我们薪水又很低嘛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就开始 大家就有点意见 我们本来有come out with 一个plan 是 可能try to跟银行 先借钱roll一下 而且那个时候 come out with这个plan 也不是最best的idea 我现在啊 真的是还深深领悟到 跟银行借钱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要拿去survive 是因为你有一个 能够赚钱的 东西了 你才跟银行借钱 maybe你银行借 你是6% 这样可能你接下来 要做的东西 有potentially 可以赚一个 10 to 15%的话 ok 你可以去跟银行借这个钱 可是那个时候的我们 是为了要survive 那个时候 可能我们只是在想说 可能先跟银行借一个 5万 6万 数目都不大 5、6万 哪来 至少我们每个人 先发量啊 再开始看 能不能这样过 那你知道最终 大家还是不能达成公司 所以我们也没有借到钱 我们也没有 continue 我们就先暂时 on hold这 pina butter 然后就是该去找工的 大家先去找一个工 去survive 然后 right 那个时候 我也觉得说 ok fine MCO真的太久了 然后就try to 有跟人家聊聊天啊 什么时候 就比较alert on 谁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就有一天 机缘巧合之下 遇到了我一个中学同学 他原来也一直都有 在做电商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也很好奇啊 所以我就 叫我男朋友一起说 可不可以 听看你怎样做 maybe我们有兴趣 也想要自己try看 可是我也不知道 从哪开始啊 所以我这个朋友 也非常的好 他就真的是跟我讲 他怎样做啊 什么 然后他跟我分享说 他是怎样start 为什么选这个category这样 然后 我听了过 我也觉得说 ok啦 反正我也没有东西做嘛 try看哦 能不能kickstart 那些小东西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 这个shopee lazada 这一条道路 其实真的是 很感谢这个人 我其实 到现在我都是 很感谢他 其实 所以就 开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从最小的资本 几千块开始啊 买了一些 好像soap啊 sponge啊 这些小东西 开始home and living 这个category 为什么会用这个category 因为这些东西 even人家拿去投掉 还是不进去 我都没有这样心通 可能如果我start with electronic的东西的话 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 你不要start with这些 因为可能online 跟你买的人 可能连开关都不会 他们会问你很多很多东西 尽量就是给他们买那些 没有什么好问的东西 就对了 而且尽量选那些 不会破的东西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听从了这个意见 就从这样的东西开始哦 本来没有报道太大的希望 but 我们一买来 可能就偷了一些淘宝的照片 然后就直接放上去online 然后就开始打广告哦 一打的第一天 就有第一单了 我吓到一些 哇 那个时候的感觉 其实还是蛮清晰的 在我脑海中 我们拆箱了全部东西 然后准备接第一单的那一刻 还真的是有第一单来 你知道那感觉是多么快乐啊 然后我就拿bubble wrap啊 包包包这样啊 然后就把它寄出去哦 这样我的第一单就这样开始了 然后我才让我深思领悟到 我的第二个创业旅途中啊 是非常快可以execute的 一来没有太多人需要involve在里面 因为可能每一个人的意见 需要被听到的话 我就会花很长的时间 来做一个决定 然后这一个事情 我做电商的这件事情 只有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吧 so我们都在做不一样的东西 也类似比较像互补的啦 像可能我就是买货送货啊包货啊 然后可能他的话就是做打广告啊 然后做survey on什么东西 在做trending啊 然后还有这些shopee的那些新的deals啊 等等 他就study这些东西 这样我们两个人呢 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做同样的东西 而且我们的agreement是很快的 就是我买这个东西OK吗 OK 那他要买这个东西OK吗 OK 你要打广告多少钱 大概这样OK 然后我要这样包这样寄 全部我自己去settle 然后就变成我们做这个东西很快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阻碍 因为就是把东西放上去 有人买有人卖就这样 也没有yes or no 也没有对错 因为之前的creative行业的话 可能会比较多rights and wrongs 然后我现在这个行业 在电商的话 没有rights and wrongs 只有你要还是不要 所以你要你就买 你不要你就不要买 就这样简单 所以对我来讲 第二个第二次创业的时候的 那个感觉会更加的positive一点 so会让我更加偏向于 如果我真的接下来 要做第三样 第四样的 不一样的领域的创业的话 我也会做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OK after that 这个东西就慢慢的比较stable 每一个月都开始generate 一些固定的income给我们了 在一年里面 其实我们就回本了 回本了过后 我们就开始 从现在开始 就一直这样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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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very good 这样我们比较稳定了过后 其实这个钱也是不够 我们两个人survive的嘛 对不对 so我们就再try to open up our ears 再去听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去做 其实我们当然也不是 一路以来都这样顺的啦 因为我们也有相信很多的投资方案啊 like maybe股票啊 还是那时候又有bitcoin啊 那些东西 我们什么鬼都try过 也输过很多钱 然后真的是到那个时候啊 才会狠狠地告诉自己 自己不懂的东西 千万不要去投资 我那个时候啊 就是因为相信 好像有人跟我讲了吧 好像这个东西是robot啊 它可以自动帮你做交易啊 so你只需要放钱进去 你永远都会买到最低点的 你就不用去盯盘了 wow 他跟我讲到好像 好像很厉害这样哦 然后我那时候也不会嘛 全新嘛 我就想说 ok fine 我就try看哦 真的是放了一些血汗钱进去 哪里找现在啊 我想到有点big take 反正就是放了很多钱进去 然后又是以美金来放了 那时候就是真的是亏到很惨很惨就对了 然后 也相信过几种不一样的投资方式啊 就是真的是自己不懂的东西 不能掌控的东西 不要做 我现在的投资呢 even though我不能控制那个公司 可是我一定会问我自己一个很basic的东西 这个公司会不会倒 它的risk大不大 好像我现在投资的 都是Facebook啊 Apple啊 这种很大的公司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的 就是很stable的公司 我才会去做投资 而且我放的是for long term的 我不会一直去盯盘 我不会去因为什么很大的事件啊 哇让我动摇 让我把全部钱拿出来know 我就是放着 十年过我才看这笔钱啊 我就不信他不会起 but这个就是one of the 我learn it in the hard way的另外一个东西 after that就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了 MCO终于结束 我们又再重新开始run 我们的video production so video production 我们开始run的时候 我们就有接了各种不同的corporate啊 commercial啊 就比较少接wedding了嘛 所以有接到一个比较OK的顾客 他是property行业的 然后很steady 也给instruction很clear 也很相信我们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 哇他们其实也是算应该赚到很多 因为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能够这样steady的 给我们那些payment啊 什么这样子嘛 所以就有这个东西 block in在我们脑中 其实property是可以赚蛮多钱的 然后后期我就有遇到了一个朋友 就叫我们去听 要怎样跟property agent去合作 用我们的video 跟房地产合作这件事情 so听听了过后 我们就觉得 嗯actually也是快不错啦 因为他们既然能够花这么多钱 请我们拍一个video 给他们去卖 这样也可以赚很多钱吧 这样why don't我自己也拍这个video 给我自己 然后我们以我们的way去卖哦 so我们就要开始了 第三种的创业 也是很好笑啊 第三种的创业呢 就是做property这件事情 自从做到property过后啊 没有比较是没有伤害的 你们真的是啊 不会感受到啊 比起创业 从零开始啊 直接挂着人家的system 去做一些事情 是多么的爽你知道吗 我们之前创业的时候啊 还要去想分钱制度 bonus什么时候分 annual leave要多少天 我请的人要给EPF socso呢等等 oh my god 就是你根本就不能够focus在 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罢了 你必须要come out with 一整个system 让这整间公司work 现在我做的这个公司 已经有system了 它已经有自己的admin 自己的property list everything 我只需要负责 卖 就这样简单 我只需要去听 整个project在讲什么 我就拿着那个重点 拍一个video来卖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property这个行业不简单 因为这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能support你来卖 然后你可能想象的way 是从calling开始啊 还是可能去从group开始啊 等等 可是对我来讲啊 为什么我跟我男朋友的想法 会觉得说 我现在做的这个行业会更加舒服 因为以前真的太痛苦了 以前是要连从想system开始 才能够做正事 现在是直接做正事 就好了 其他东西 其他人管 我以前做这个创业这件事情 谁给我bonus 谁给我那个hit到什么incentive去 什么trip 谁给 全部都是我自己想啊 而且想了过后 又不是给自己的 是给员工的 是要给别人的 是要奖励别人的 那现在我的这个挂钩company 在做这件事情 是我只需要卖他们 要我卖的产品 我hit到target了 他们会送我东西 而且他送的 我们也不是追着他要 送我的东西去做 就是我们along the way 做做做做做了 Oh congratulations 你们hit到一个target 可以去哪里哪里这样 挺好的嘛 所以上次我们有去过 Ansana Hotel啊 然后他过后又在给我们 一个按摩的啊 然后又有的去戏院看戏啊 什么这样 全部都是公司给啊 然后我就觉得 哇这东西只是太爽了吧 太舒服了吧 所以请让我总结一下 这三样我做的这个创业旅程 到现在我已经创业了五年了 freaking five years 我只能讲 事情是会越做越好的 你会从一开始做 你要做的东西 然后along the way 你就慢慢学习了 然后你才发现到 之前那个web work 所以你一直会做删除法 你慢慢的删掉 你越来越不喜欢的东西 最终你会找到你自己 很想很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很快就找到 有些人要花 像我这样花五年 我们才能找到 我一直相信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到 我的终点的 因为我觉得 我还是有机会做别的东西 你看为什么我会在做podcast 也是one of一个 我觉得 maybe这个可以turn into something else的一天 so 希望我讲完了 这个过程之后 有让你们有想要创业 或者是 正在打工 有想要创业的朋友们 你们听了过后 somehow有 给到一点advice你们 如果不是advice也好 至少你听了过后 可能你被吓到你不要创业 我也是觉得我干了一件好事 因为创业赚得很难 如果不是有另一半 跟你一起做 还是如果不是有家人 或者是很好的朋友 跟你一起 跟你一起去创造一件事情的话 其实是很难 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so salute to all 创业者 我希望大家都 可以在正确的轨道上 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ok so that's all about it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 bwd6 by bwd6